大家好,我是兰兰 我上一期视频做了一个 我女儿一米七八 好,家伙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那个儿矮的家长就说 好,长得很高,让人羡慕 我们家孩子比同龄孩子矮奔头 我一想起这事我就想哭 那有的家长就说 长得那么老高,你得小心 找对象都不好找 然后就说什么的都有 我想就在此再做一期视频 就是说无论您长得过高过低 实际上正常人来觉得都不太好 比如说我闺女长得一米七八 因为如果大家 比如说你要在欧洲 比如像我这个 我出国上欧洲去旅游 就不算高的 因为人家都高 尤其那欧洲的男的 一米八一米九两米以上的 就是比比皆是 就因为在咱们亚洲 就是普遍身高 女孩子可能一米六 六五就算个高的了 所以你就显得高 怎么说呢 个儿高吧 个儿矮 都不用自卑 我在评论区看到一个人说 她侄女就一米八零 都不让人提她的身高 一提她就生气 其实呢 我呢原来也是 就老看着孩子长 也是整个小的睡不着觉 就担心啊 这可怎么办 将来找不着对象 后来呢 你们可以翻我以前的视频啊 我老公一句话 把我给点开了 从那以后我就想开了 而且吧 你如果身高过高的话 我建议啊 找对象 你不要找高的 你就找一矮的 优点特别的多 因为啊 这个男的他要矮 他就特喜欢那个高的 你知道吗 你看我老公 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我说什么是什么 我觉得就我的身高 就展了优势 而且吧 就你哈 比如两口子出去 留弯去 啪 我往个肩膀 一搭背舒服 你我不用仰视他 仰视的永远是他 所以吧就觉得结婚这几十年哈 就老实 身高占有优势 你只要不挑对方的身高 78 80还是你85 也都能找着这个男朋友 真的 你不信啊 这个男孩 他长不高 他多着急啊 他也想让他们家下一代 能够是吧 给就像我老公 他们家都小矮个 他那些姑姑 我说你们家人怎么这么矮 我这一下给你们家 全给低了起来了 而且呢 我们家俩闺女呢 都有男朋友了 因为从小吧 也是啊 就是说他们上高中以后啊 我也给孩子灌输这个观念 不要给我找大高个回来 有了我们家老二老 我必须找一米八以上的 啊 这个不能比我低 我就说 我就半开玩笑 半认真地跟他说 我说你要想长高的 你去找电竿子去 那个高 所以呢 我就老打压他 只要他有这念头 我就打压他 结果他现在找了男朋友 就比他矮 但是啊 我们两个闺女 这男朋友 对我们俩闺女 都特别的好 所以你是吧 你结婚以后 你高高深深 开心心的多好啊 至于个矮的呢 也是一样 就一定要端正 孩子们的这个思想 你如果要觉得 他长得矮 是一件很自卑的事 那你可能潜移默化的 会影响到孩子 他也会觉得 哎呦 我太高了 哎呦 我太矮了 实际上过高过矮的人 他在成长过程中 都会有那么一段自卑 包括我也是一样 就你找不到玩伴 你跟人站一块吧 你比人都高一大块 是吧 人家没前提 你自己就觉得吧 就跟那些矮个的 就没法在一块走 所以包括我上高中以后 教的那些朋友 都是打高个 在班里 或者在学校都 都是打高个 都挺漂亮的 反正也 就你就会 你的朋友面积会缩小 那会儿就觉得 是有点自卑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反正我现在 不这么认为了 因为这个高个子 穿衣服 就是 他衣服架子 穿什么一件衣服 穿在身上都好看 你都能提起来 相对呢 你比如说 这不就是优点吗 但是矮个子 有矮个子的优点 对吧 你矮个子呢 因为我不是矮个子 我具体也不太清楚 但是一定也有他的优点 首先 是吧 这矮个子的人 他的这个 我觉得身体状况 是不是应该比高个子 会好一些呀 反正高个子 你想他血腥 或者他转着一圈 人家可能转一圈半 你这转一圈 所以你的神经末梢啊 他手 冬天把手 手尖凉 脚尖凉 他心脏供血 他供不起来呀 那从健康的角度来说 矮个子 更占有优势 所以呢 你个儿矮 你就找一个儿高的 今天也是看那评论 说他那男朋友 一米八六 差二十多公分 这就挺好的 因为个儿高的 他也喜欢那个儿矮的 个儿矮喜欢 你这一护补就行了 反正有什么 有什么哭的呀 千万别哭啊 我跟那粉丝说了 我说我为你 我也得做一期这视频 因为我跟他私信 我说说起来 这能说几句话呀 挺忙的 还得打字 这么着 所以呢 看到视频的啊 不管您的孩子 或者您自己 是高还是矮 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自己爱自己 我们自信 自然啊 别人也会喜欢我们 自卑什么呀 咱们是为自己活着 不是为别人活着 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